你好,欢迎来到数据阿诀第七课的学习。 本课时,我将为你介绍数据阿诀操作流程的倒数第二个步骤,模型评估。 在每次训练一个模型之后,尤其是现在的深度模型,通常要消耗大量的时间等待模型的产出,那种心情是可想而知的,谁都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。 模型评估就是对你的模型进行多种维度的评估,来确认你的模型是否可以放到线上去使用了。 这一课时,我将介绍一些常用的评估指标,其中会涉及一些比较难理解的名词和计算,不过不用担心,我会带你逐个突破难关。 当然,我也准备了一个关于训练一个小猪图片分类模型的例子,让你能够更加直观地理解如何去评估模型。 好了,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例子。 假设我们训练了一个识别图片是不是关于小猪的分类模型,这是一个二分类器。 当你给它一张图片的时候,它会告诉你这是一张小猪的图片,或者这不是一张小猪的图片。 我们有一千张图片用于测试该模型的效果,并且预先已经进行了人工的标注。 这里假设人工标注的数据都是百分百准确的,每张图都会标注是或不是小猪的图片。 假设有800张标注的是是,200张标注的是否。 首先,准确率相关的指标是在模型评估时最受关注的指标。 它可以直接反映一个模型对于样本数据的学习情况,是一种标准化的检验。 就像老师交给你十道计算题,然后又用这十道题来出考题。 如果你都答对了,说明你已经学会了。 准确率相关的指标反映了这样一种结果。 下面看看模型学习的直接效果。 我们把1000张图片放进分类器进行分类计算。 每张图得到一个预测的结果。 通过对预测结果的统计可以知道,被模型预测为式的图片有770张,被模型预测为否的图片有230张。 这个时候,每张图上都会有两个结果。 一个是人工标注的结果,一个是我们模型预测的结果。 根据这两个数据的统计,可以得到一个混淆矩阵。 这个混淆矩阵中包含以下四种数值。 第一个是真阳性,即小猪图片被判定为式小猪图片。 样本的真实类别是正例,并且模型预测的结果也是正例。 在本案例中,此数值为745。 第二个是真阴性,不是小猪图片,被判定为不是小猪图片。 样本的真实类别是复理,并且模型也将其预测成为复理。 在本案例中,此数值为175。 假阳性,即不是小猪图,但是被判定为小猪图。 样本的真实类别是复理,但是模型将其预测为正例。 在本案例中,此数值为25。 最后一个是假阴性,小猪图被判定为不是小猪图。 样本的真实类别是正例,但是模型将其预测成为复理。 在本案例中,此数值为55。 根据上述的混淆矩阵,我们可以计算一些数值。 准确率是指,所有预测正确的占全部样本的概率, 即小猪图被预测成小猪图,以及不是小猪图被预测成不是小猪图的结果, 与所有图片的比致。 第二个是精确率,指的是预测正确的结果占所有预测成是的概率。 精确率按照类别来计算,比如说对于是小猪图这个类别的精确率, 就是0.9675。 第三个是招回率,按照类别来区分, 某个类别结果的招回率, 即该类别下预测正确的结果,占该类别所有数据的概率。 在本案例中,是这个类别招回率是0.93。 还有一个是F值, 基于准确率和招回率的一个综合指标, 是准确率和招回率的调和平均值。 如果一个模型的准确率为0,招回率为E, 那么F值仍然为0。 关于ROC曲线和AOC值, 这个略微有点复杂, 但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指标, 仍然是基于混淆矩阵, 但不同的是对这个指标进行了细化, 构建了很多组混淆矩阵。 具体是怎么来构建的呢? 依然以这个小猪图分类为例, 在有些模型的产出中, 通常会给出是和否的概率值, 这两个概率值相加为E, 我们根据概率值来判定最终的结果。 那么这就有个问题, 我们选多少概率值来判定结果? 比如我们可以指定是的概率为0.1 及以上的时候就判定结果为是, 是的概率小于0.1的时候判定结果为否。 那么选定若干组判定的概率, 就能得到若干组混淆矩阵。 在每一组混淆矩阵中, 我们获取两个值, 真正利率和假正利率, 它们的公式如下面所示。 使用这两个值在坐标系上画出一系列的点, 纵坐标是真正利率, 横坐标是假正利率。 把这些点连起来形成的曲线, 我们就称为ROC曲线。 ROC曲线下方的面积即是我们的AUC值, ROC曲线和AUC值可以反映一个模型的稳定性, 当ROC曲线接近对角线的时候, 说明模型的输出很不稳定, 模型就更加的不准确。 除了上面一系列的指标评估, 我们还有一项重要的评估需要进行, 那就是业务抽样。 因为我们的模型是基于业务制定的, 最终的效果还要回归到业务上面。 在理想的情况下, 使用上面的指标基本可以判定模型的效果, 但是在实际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, 这通常都是由数据本身并不完美导致的。 对于标注数据, 人工标注通常也存在一定的错误率, 而不是百分百的正确。 所以在使用前面的指标进行评估的时候, 可能会与实际结果存在一些差异。 进行业务抽样评估可以减入这种情况, 在多方背靠位评估之后再进行意见的统一, 最终得到一个在业务上认可的准确率情况。 除了要求模型的准确情况外, 还有一项重要能力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, 那就是模型的泛化能力。 泛化能力反映的是模型对未知数据的判断能力, 就好像学生具备举一反三的能力, 老师教了1加1等于2,1加2等于3, 考试时出了一道1加1加1等于3, 也能够进行正确的计算, 这就有了良好的泛化能力。 因为在数据压诀中, 数据的维度通常有很多, 数据也都不是标准值, 任意记录之间的数据都会存在着差异, 所以泛化能力好的模型, 在数据存在着波动的情况下, 仍然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。 我们可以通过两个指标来评估模型的泛化能力是好还是坏, 那就是是否有过你和overfitting和欠你和underfitting, 过你和一级是模型在训练级上表现良好, 而在测试级或者验证级上表现不佳, 这就是说模型对样本的学习有些过度了, 已经进入了死记硬背的程度, 而不是掌握普世规律, 这个时候说, 翻化能力比较差。 欠你和, 在训练级和测试级上表现都不好, 这就是说, 模型连最基本的内容都没有学到, 比如老师教你一加一等于二, 一加二等于三, 考试也考一加一等于二, 结果还是做错了。 下面我们再从小猪的例子来看一下, 通常情况下, 我们的小猪都像左侧的图片一样, 而右侧呢, 我们有两张图, 上面一张可以看出仍然是小猪图, 但是它的后背上线条有一个缺口, 如果此时模型告诉我们, 这个后背有个缺口, 这不是小猪图, 那么这时就出现了过你和, 它学习到的判断条件已经过于苛刻。 右下侧是一张小羊的图, 如果模型告诉我们, 这个有四条腿, 所以这个是小猪, 那这就是欠你和了, 它对于特征学习不完全。 关于泛化能力的评估, 主要依赖于在不同的数据集上的准确结果之间的比较, 要处理过你和和欠你和的问题, 通常需要对我们的数据进行重新整理, 总结出现过你和和欠你和的原因, 比如是否数据量太少, 数据维度不够丰富, 数据本身的准确性较差的, 然后调整数据, 重新进行训练。 除了上述的两大类指标, 还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对模型进行评估, 比如说模型的速度, 主要评估模型在处理数据上的开销和时间, 这个主要是基于在实际生产中的考虑, 由于模型的应用在不同的平台, 不同的机器会有不同的响应速度, 这直接影响了模型是否可以直接上线使用。 关于更多模型速度相关的问题, 我们将在下一课时模型应用时介绍, 第二个可能是鲁棒性, 主要考虑在出现错误数据或者异常数据, 甚至数据缺失时, 模型是否可以给出正确的结果, 甚至是否还可以给出结果, 会不会导致模型运算的崩溃。 第三个是可解释性, 随着机器学习算法越来越复杂, 尤其是在深度学习中, 模型的可解释性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, 由于在很多场景下, 比如金融风控, 需要给出一个让人信服的理由, 所以可解释性也是算法研究的一大重点。 关于评估数据集的处理, 重点目标在于削减评估时可能出现的随机误差, 在前面准备数据的课实内容中已经提过一部分, 这里我们再对一些方案进行详细的介绍。 评估数据一般有几种方法, 第一个是随机抽样, 击随简单的一次性处理, 把数据分成训练机与测试机, 使用测试机对模型进行测试, 得到各种准确率的指标。 第二个, 我们可以进行随机多次抽样, 在随机抽样的基础上, 进行N次随机抽样,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N组测试机, 使用N组测试机分别对模型进行测试, 那么可以得到N组准确率指标, 使用这N组的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。 还可以进行交叉验证, 交叉验证与随机抽样的区别是, 交叉验证需要训练多个模型, 譬如K这交叉验证, 即把原始数据分成K份, 每次选取其中的一份作为测试机, 其他的作为训练机训练一个模型, 这样就会得到K个模型, 计算这K个模型结果, 作为整体获得的准确率。 最后还有一种自助法, 自助法也借助了随机抽样和交叉验证的思想, 先随机有放回的抽取样本构建一个训练机, 对比原始样本和该训练机, 把训练中未出现的内容整理成为测试机。 重复这个过程K次, 构建出K组数据, 也训练K个模型, 计算这K个模型结果作为整体获得的准确率, 该方法比较适用于样本较少的情况。 在这一课时呢, 我们终于进入了模型评估的环节。 这是检验模型效果的重要阶段, 直接决定一个模型是进入下一个环节, 还是回到上一个环节回楼重练。 我们主要讲了模型的各种评估指标, 从一个混淆矩阵出发, 衍生出一系列的准确度评估, 然后是对模型泛化能力的评估。 在评估指标后面, 我们又介绍了如何在数据上进行一些优化, 从而减少评估时产生的误差。 这部分是准备数据的延伸。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, 这一课时我所介绍的模型评估方法中, 主要适用于分类模型。 因为分类模型是一种有监督模型, 所以通过指标来进行评测相对容易。 对于无监督模型, 由于本身没有非常明确的结果标准, 所以也比较难找到一个衡量指标。 下一课时我就要介绍模型应用了。 不知道你准备好了吗?